又有食安出包 台中有民眾到百貨公司的美食街 泰式餐廳用餐 沒想到卻在地板的角落 發現了一隻老鼠 正在吃掉落在地板上的食物 民眾覺得實在很扯 拍下畫面PO上網 也引發了網友熱議 事後食安處接獲檢舉 也說將會派人前往警察 很扯耶 百貨公司美食街泰式餐廳內 出現了不速之客 民眾在用餐 一隻大老鼠也在地板上 大塊朵移 一隻活生生的米奇 大搖大擺的 減食掉在地板上的食物 吃得津津有味 民眾發現直呼豪扯 拍下畫面PO上網 擠著老鼠愛泰米 網友也紛紛留言 料理鼠王不敢去吃了 有一些 裡面才有一點大隻 有點噁心 裡面的食材可能都有老鼠爬過 食物安全的考量 我們應該不會進去吃 百貨公司是飯食的 如果是路邊攤騎吃 路邊攤騎就算了 百貨公司出現老鼠 業者強調 因為是開放式區域 商場每週都會定期 全店消毒一次以上 但為了確保用餐 環境衛生 已經再次全面清潔和消毒 之後食安處接獲檢舉 也表示會派人前往稽查 若查到有不合格的地方 會要求業者掀起改善 覆查人不合格的話 將可開罰六萬元以上 最高兩億元以下罰還 借家林嘉明 台中報導